一些要点整理一下 再来的话定义名称 方便我们查询对照表格 这个当然在资料库里面 也会有对照的表格 只是说呢 如果我们在ESAL里面的话 主要是在这边 就是定义名称 不过呢 如果因为已经定义好了 干脆讲删掉重来算了 你就像刚刚那个 我如果把它全部删掉的话 OK 那如果你要像这边一定就是发生错误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大概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HOTEL 这边就它的相关资料都在这里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给它一个名称叫HOTEL DETAIL 所以这边的话呢 TOTO HOTEL内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那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范围的话 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叫什么 HOTEL DETAIL 所以把那个名称再把它加回来 所以这边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HOTEL NAME 可能要把它加一下 那HOTEL NAME我先怎么样 如果我要定义一个名称比较快的方法 因为它名称就在上面嘛 那我干脆把这个选起来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按个确定 HOTEL NAME TOTO ROOM 应该这个HOTEL NAME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我把它删掉一下 它应该是指的 CONNIF应该是这里 所以CONNIF的向下 它应该是抓这边 它算说有几间房间 所以应该是这边 重选翻了顶端列 这样才算 不然我看奇怪 TOTO ROOM怎么都一间 那一个饭店只有一间房 那它根本就不用赚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边的话叫做HOTEL DETAIL 就刚刚我们那个名称 那所以这个名称的话 假如没有 我们刚刚这边有HOTEL DETAIL 所以其实这个名称 根据我把它这个复制一下 直接定义那个名称的话 就是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然后在它的那个左上角这边 直接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就叫做HOTEL DETAIL Enter一下 OK 那以后的话呢 这个范围就是叫这个名称 那我们按F3 有没有 就可以抓得到了 OK 这个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 刚刚有个叫Root Price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也会错误 那这边都错误 这个地方为什么错误 booking 所以接下来的话booking这个总表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booking 名称的话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就这个名称 所以我们待会也许可以试着把那个名称又回 范围就是从一般 当然它刚刚是有选上面栏文名称 可是我觉得我的习惯是不选 所以我就不选 Ctrl 向右向下 然后这个范围叫booking Enter一下 这样就OK了 然后你会切过来看一下 这样这边OK了 那Price的话这边还缺什么 Luca Price 所以这个在哪里呢 基本上Luca Price在hotel的这个区块栏 这两栏 所以我的习惯还是这样 选这两个 Ctrl 向下 OK 然后就给它一个名称 叫Luca Price 不过 这边其实是可以给预留一个伏笔 什么伏笔呢 就是如果将来你这个栏位 这两个栏位怎么样 可能会增加资料的话 Ctrl 需不向下 那你现在是固定的 所以有一招Ctrl 需不再向下 反正就让它选到最下面 如果你一加 它就会自动加进去 这个是以后你资料 假如会有增加的话 那如果以后都不会增加 你又不用选到底下 这个方法的话就活的 那你会说 这样会不会浪费空间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还不至于 只是会不会比较慢 理论上好像也不会 我试一下 OK Luca Price我们看一下 它还是很快的全部找到 只是说 那如果你担心说预留太多 会效率比较慢 应该是还好啦 不然你就不要选到最下面 你可能多选预留个十个吧 OK 这样也OK吧 你不用Ctrl 需一直到下面 因为它等于多帮你预留了100万个 因为它最下面到104万了 所以它等于是预留104万的空间给你 我觉得有时候太大了 OK 那你可以再把它稍微修改 多增加一点点就好了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等于我们就是建立了 这四个名称就OK了 好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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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